你们这是诈骗 你给我坐下 把包给我 这电信骗子 这多难听啊 陶晓婷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月薪都是三万七 刚才告诉你五千块钱 就是怕吓着你 陶晓婷 看没看着外边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孩 她叫美丽 就她那样 昨天还骗了一位老太太的购房款 一笔提成就是五万多啊 所以啊 你得感谢我们 上哪找这么好的工作去啊 这年头千万别跟钱过不去好吗 你想走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跟我们成功地合作一旦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可以让你这么走出去呢 当你合作过这一单之后啊 你就会知道我们这行到底是有多赚钱了 到时候 可就和外头的姑娘一样 舍不得走了 早说 挣钱的活儿谁会拒绝啊 这就对了 把台词背熟 下午就可以上岗了 好好背台词啊 好好背台词啊 你 早跟你说了 你看 这样多好啊 惹那么多麻烦 坐这儿吧 拿着稿子 照着上面的念 打通电话就这么跟人谈 明白吗 这就是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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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马平女士吗 我这里是广东省电信局法务部的 您最近的电话涉嫌有大量的违法信息 徐哥 现在还会有谁相信这种事 你懂什么呀 只要还有一个人相信 我们就发财了你知道吗 你快继续打吧 你脚没事吧 没什么事 对了 不知道你忙不忙呢 香港澳门离这儿都挺近的 我们俩开车去 找我停 干嘛不出声啊 人家没接电话 没人接电话你就不说话了 笨死了你给我换一个打呀 看什么看干活呀 您放心好了 这个课程特别得了 好 谢谢 哦 听话好 喂 艾伟 喂 艾伟 您好 有什么事都不说话了 喂 艾伟 您好 这些就可以了 嗯 好 谢谢 喂 喂 喂 艾伟先生您好 我这里是广东省电信局 你上回参加的抽奖 那中了一等奖 奖金是一百万元 小婷啊 我现在好忙的 等一下打给你了 艾伟先生您好 这里是广东省电信局 你不要跟我开完秀了 行不行啊 艾伟先生 我现在跟您确认一下 第一 您的名字是艾伟 第二 您家住生贵禄 第三 您家附近应该有一个 加油站 然后旁边有一个立交桥 第四 您家附近应该有个 四层楼的房子 是这样吗 陶小婷 你想看什么呀你 喂 喂 小婷 你在讲什么 一 您的名字是艾伟 第二 您家住生贵禄 第三 您家附近应该有一个 加油站 然后旁边有一个立交桥 第四 您家附近应该有一个 四层楼的房子 是这样吗 喂 杰伟 怎么了 帮我查一个电话好吧 陶小婷可能出事了 给我带上去 放开 放开 想跑 放开 走吧你 放开 放开 给我带下来 这手 老实点 让你挣钱你还作死是吧 杨总 他刚才说这些 会不会对我们有危险 我们这么隐蔽的地方 外人哪那么容易找到 你 陶小婷 我告诉你 再让我发现你打电话求救 我对你不客气 看酒 我就給你一晚上考虑时间 voy vivo Wars 救命 但我最好 我也摸 救命 什麼 我 我 我 因为你 你 你还敢 敢在这儿哭 我 告诉你 下回再跟家里联系 看我怎么弄死你 姐 姐 姐 你为什么不借钱我 我说你还坐这儿干什么呀 回去吧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就在这儿等消息 连少 你就这么紧张这个陶晓婷 你到底是为了优盘 还是这个女人呢 她在深圳只有一个姐姐 如果我不就 我不叫头我怎么拿优盘啊 我不叫头我怎么拿优盘啊 大哥你快点行吗 打电话 查地方 好好好 我找个相好的地方去啊 我 我 你 我 我 我